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不少学校取消了实体的毕业典礼 但是在屏东 水泉国小龙泉分校 特地为了四名毕业生 打造了潜水毕业典礼 用潜水面罩代替口罩 在班导师还有教练的陪同之下 潜到了海底离取毕业证书 留下难忘回忆 在海里开心挥手 孩子穿上潜水装驾驶十足 他们要在这片大海举办毕业典礼 这场毕业典礼没有来宾致词 只有渔群环绕 孩子手中拿着毕业证书 在镜头前记录这一刻 疫情影响不少学校取消实体毕业典礼 但在屏东水泉国校龙泉分校 特地为四名毕业生打造潜水毕业典礼 教练带着学生下水前要学基本功 还要认识海洋生物 软带湖的话就长这样子 然后子型的 基本知识加上基础训练才能完成典礼 对孩子来说收获的不只是毕业证书 对很好玩 好玩 然后被海水动到的感觉 下去之后会闷闷的 可是要是挑着的话 他就不会了 所以好不好玩 很好玩 潜水完毕 老师和教练带着孩子进摊 除了留下难忘回忆 更重要的是教育孩子与大海共存 让我们在地的孩子 能够多一点接触海洋 然后从深海洋活动的机会跟体验 领到证书往下一段人生旅途迈进 这场典礼也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一颗海洋保育的种子 谢谢大海 毕业快乐 耶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道